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人类历史上 至少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么大的决心 这么大的毅力 刮骨疗伤 既然做了刮骨疗伤 它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生硬 第二个 当年的经济基本上是以这种简单的招商引资 给一些土地政策 税收政策就可以 而今天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这么大的经济体是要运营的 而不是简单粗放的管理 所以这些挑战都是发展中过程的挑战 40年中国改革开放走到今天 能够积累这些经验 能够有这些成绩很了不起 但是挑战越来越大 我以前公司小的时候 我特别希望公司有一天能够大一点 我就可以轻松一点 我也可以像电影上的老板一样 公司大了觉得只要是开开会就行了 但是我没想到公司越大 压力越大 事情越多 决策越艰难 企业越来每日如日薄冰 小有小的困难 大有大的困难 我今天看来 我企业小的时候的困难 那都不是事 所以今天来看 国家大了 40年改革开放 积累了巨大的经济财富 这个经济财富的运营 对这个国家 对这个政府任何人一样 我们今天每个人讲自己很会 指点抱怨很容易 但是你真的自己去干的时候 其实也很复杂 所以我们现在处理的这么个特殊时期 第二个 大家都讲经济要转型升级 到底怎么转型升级 到底该怎么转 怎么升 大家是一头雾水 但我们都知道必须改 代替怎么改 我也在摸索过程中 在此时此刻 速度放缓也很正常 外患 中美贸易 中美之间的纠纷 中美之间的冲突 一定是一个 必须要考量的重要要素 百分之近50%的贸易测试是中美之间造成的 如果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摩擦爆发 那么我相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确实大 所以这些综合的要素 大家来看 我们今天确实面临了这样的问题 但是看清楚 其实也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 企业招样火 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 中国14亿的人 中国3亿的中等收入的人群 既然有好一定有不好 经济好与坏 滴滴服服 成成就就 都很正常 做企业的人 只有有很平坦的心 你要想相信自己这一点 我去年跟这商年贵跟大家讲了 经济很困难 大家是要有高度的防范 但不用太大担心 你要想明白 我的企业过不去 别的企业也很艰难 只是大家如何能够熬过这个阶段 只是大家把握住在困难时期 该怎么去做 所以我想 包括中美贸易 纠纷里面 把敌人把对手看得强大一点 永远不是坏事 我们商业竞争也一样 把困难看得重一点 把对手看得强大一点 一定是正确知道 当然 美国未必 一定希望这场贸易战打下去 我认为美国过去的贸易的增长 刚才讲经济的增长 和失业率的最低 是基于中美贸易的贸易逆差 贸易逆差 对美国的经济 其实是很有好处 没有贸易逆差 美国经济就不可能那么好 但从政治角度来讲 是听起来很奇怪 这么多的钱 贸易逆差跟中国造成 它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美国的中美贸易的逆差 和美国跟全世界的贸易逆差 事实上 对美国的产业升级 中国所有最大部分赚来的钱 都放在美国 美国拿着 发展了自己的品牌 技术 发展了华尔街 所以我自己这么觉得 美国在过去二十年来 其实调整 做了很了不起的 国家战略政策 使得美国出现了 巨大的经济的增长 同时它付出的代价 是贸易逆差 美国也极其聪明 它会调整 它不会跟中国 长期打下去 但有一点 是肯定的事情 世界贸易的游戏规则 将会发生 很大的变化 而且这个变化 我们中国也好 全世界各国 都要思考 什么是未来的 贸易游戏规则 因为中美贸易 中美之间的 竞争格局 您是否一直在寻找一个 趋势稳定的视野 一个永续赚钱的方式 有你还口语不知道 如何抓住这波商机 接下来 会让您的人生 发生巨大的变化 当今社会 互联网冲击 导致很多传统生意实体店 和公司关门倒闭 随着互联网概念的提出 于号春笋般出现 大批的微商 电商 直销员 资金盘 开分盘 电子鼓挡 鱼龙混杂的理财项目 导致众多创业者 没方法 没客户 不会推广 不会讲解 不会管理团队 被拉黑 拒绝 质疑 调侃 产品没销量 收入没保障等等 最终导致 失去信心 失败放弃 这些瓶颈 到底如何突破 现在不是钱难赚了 还是赚钱的方式变了 如今互联网时代 你是否想过 让手机变成我们赚钱的工具 如果你目前很迷茫 找不到赚钱的方向 那么这就是你最佳的视野机会 一部手机 一台电脑 人到哪里 钱就赚到哪里 让你在玩手机的同时 可以玩出不错的收入 在这里有人交 有人帮 有人带 没有风险 没有压力 想赚钱加雄伟教练微信 7100-28057 7100-28057 真正的精彩 在后面 等着你 所以任何的事情 好未必是好 坏未必是坏 好中有坏 坏中有好 关键考察 我们企业家对问题的认识和看透 最重要的是改变我们自己 企业家也一样 你改变不了这个经济形势 你唯一能够改变的是 适应这个经济形势 在这个经济形势下 你怎么做得更好 并且判断未来的经济形势 早做准备 这是我的一些看法 另外 我们要把这次 中美贸易之争看作是历史性的机遇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挑战 但它更是一次历史性的机遇 我也相信 在这次中美贸易之战过程中 中国每一次的改变自己都是越来越强 中国每一次的开放都让我们越来越强大 所以我是相信 我们是可以把这一次历史性的挑战 变成历史性的机遇 其实我们重要的 不是跟别人去吵架 重要的是改革自己 他强任他强 月亮造大疆 中国过去的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 中国的本国的市场 极其之大 我们有的是机会 重要的是如何改变自己 改革自己 完善自己 而企业家是应对贸易战的最主要的主力军 在我的眼里面 没有民企 国企 外企之分 只有 有没有企业家精神之分 敢于面对挑战 敢于把握未来 敢于从危险中找到机会 这才是我们真正要有的事情 中国还有三次巨大的机会 第一次机会 我相信未来的十年二十年 中国将进一步市场化 我们没有选择 这是谁也改变不了 中国一定会进一步市场化 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的问题 担心国境 担心的 大家都看见 但是要改 我们今天一方面大家都在讲 我们要市场化 一方面我们都在盼望着政府下更多的政策 这本身就不够市场化 我认为我们企业家 我们应该在市场上读回我们的力量 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提升 浙江不行 跑湖北 湖北不行 跑新疆 新疆不行 国外还有更多 其实阿里巴巴走到今天 重要的一点 把握市场 了解自己有什么 要什么 放弃什么 自己该学习什么 每年要改进什么 在座我们难道每个人都去怪国有企业 想过没有 这次去杠杆 那么多企业 股市折押 胡乱投资 我们想过自己的问题没有 每个人有没有自己反思过 你在过去三年做错了什么 导致于你今天这样的结局 不是每个企业都像你这么样 我觉得我们需要反思 否则依然会走回老路 这是极其次痛苦 风来了 猪对会飞 我那时候就讲 风过去的 摔死的都是猪 那一天你就想到 这一天会来 当一个才没有几天的公司 就凭了几个故事 组建了几个人 就可以容十几亿美金 估值几十亿美金 啥都没有 就开始还觉得嫌少的时候 你就知道 我们进入了泡沫时期 你就应该为此就准备 当一个企业 把自己80%的资产 质押出去 拿钱去做自己主业 不一样的东西的时候 你就想到 你的问题已经开始 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企业 深刻反思自己的问题 但是人是一个很奇怪 反思以后 活过来了第二天走老路 这也就是说 我们很少有企业 持续越做越大 越做越好 这个 我希望我们的质商 真正要从 这一次去杠杆 这一次经济问题中 我们自己到底学了什么 什么要成为你的教学 其实在这个时候 也有好企业 其实真正的影响大的 像我们这种大的企业 规模上的大一点 影响其实 可能比很多中小型企业 影响要大 依然要把握未来 所有的质商 我们有过好的时机 好的时机 要谨慎的做 不好的时机 要把握着做 所以 第一 中国未来五年到十年 谁也无法阻挡 中国经济 一定会更加市场化 每一个人 去促进 每一个人去参与 每一个人改变自己的思想 而不是等待 第二个 中国真正巨大的机会 一定在内需 在消费市场 我们必须要把握 中国三亿中等收入 要变成中产阶级 才是解决中等收入人群的 这个陷阱的关键点 中国会有五亿消费 五亿中等收入 但是即使从中等收入 变成中产阶级 本身就有巨大的挑战 和巨大的机会 中国的内需潜力 极大无比 中国未来 一定是加大服务业 因为只有服务业 才是未来解决就业的关键点 服务业是主要大惊 而服务业对劳动者的 数字的要求不一样 服务业更需要服务好客户 未来的制造业 离开服务业 就不可能生存 未来的服务业 也一定是制造业 我经常讲 我跟公司同事讲 海底捞是服务业和制造业 我认为海底捞是一个制造业 只是端到桌子上这一刻 它是服务业 它背后的所有的买菜 切菜剁菜 做成一包一包的 那就是个制造业 阿里巴巴是服务业和制造业 我们认为我们是制造业 我们是制造数据 处理数据 用数据作为生产资料 去支持别人发展 所以未来的制造业和服务业 不可相分 第三 共计则改革 很多人不一定能听懂 但是我认为 经济全面数据化 所有的企业必须上云 所有的企业 必须利用数据用法发展 必须利用技术 这才是真正的 共计则改革 必须要跨过的 其实美国经济这两点好 一个很重要的看 前十名 原来美国的前十名 基本上都是传统制造业 而现在市值的前十名中 70%是IT企业 数据公司和技术企业 美国已经完成了 绝大部分的转型 中国正在转型之中 而可悲的是 我们的很多企业 在骂数据公司 因为是他们破坏了我们 事实上 你应该想到的是 我们应该把握这些 迅速拥抱这些技术 当年用煤的企业 都讨厌用电的企业 但事实上证明 用电用的行业的企业 全面打败了用煤的企业 这就是一场技术革命 给每个人带来公平的机会 只是你怎么看待你的心态 未来的利润 一定来自于你的技术含量 未来的市场规模 不是靠砸钱来砸出来的市场规模 未来的市场规模 一定是靠创新起来 未来的中国的制造业 有原来的厨房 一定不会再成为世界的厨房 厨房也会变去中心化 新零售 我们讲的新零售 不是去卖东西 而是去做服务 新制造不是讲究规模化 标准化 而是智慧化 定制化和柔性化和个性化 如果你还在上哪一条服务 上哪一条流水线 是指我一分钟能生产多少东西 而不是一分钟能生产多少不同的东西 那你一定会出问题 所以这张企业过去四十年 改为天下先 是因为我们对未来相信 我们讲因为相信 所以看见 我们的企业家们 因为对未来 无论对未来的好和坏 好有好的做法 坏有坏的做法 我们不能跟着别人 去抱怨 因为抱怨永远是loser 我们也不能跟着别人去抱怨 强化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过分对立 没有虚拟经济 哪来实体经济的发展 虚拟经济不是互联网 是指金融行业的发展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股市不好 在做所有的制造业 你们会好吗 所以我在想 我们很明白我们企业 实体经济不等于制造业 更不等于传统落后制造业 实体经济也要改革 也要发展 也要创新 不要架在一个实体经济的帽子 你就以为没有危险可谈 服务业和制造业不能对立 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不能对立 我们只有健康 发展好我们的虚拟经济 金融经济 才能真正支持好我们的实体经济的发展 也只有实体经济 能够真正去服务好消费者 服务好未来 服务好年轻人 我相信实体经济才有未来 金融不是坏东西 只是以前的金融没有发展好 我们也不是去杠杆 而是降杠杆 去血压是要死人的 降血压 现在提出稳血压 我觉得稳妥很多了 最后 我也期待于我们所有的企业家 如果有机会 智商要带头 我们既要讲真话 讲实话 但更要有正能量的 有建设性的方案 企业家内部的政协委员 人大代表们 也同样肩负起这样的责任 所以我希望智商群体 让自己成长起来 让自己担当更多的量 更多的责任 因为你担当更多的责任的时候 你才受人尊重 你做事情的时候 才有根有据 面对当前的形式 每家公司都不一样 每家公司的处理方式方法 也是不一样 但有一点 是肯定要掌握的 不要去跟风暴对抗 这风暴对你到底有多大影响 你是否有这个能力 改不改 你今天 是否利用风暴时期 修复自己原来的矛盾 刚才讲 人 组织 文化 业务 你当时的战略到底是什么 想明白没有 前几年我看了太多的企业 认为把转型和升级 就是做别的产业 大家讲阿里巴巴做得那么大 好像我们无处不在 其实阿里巴巴只做一件事 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我们做的物流 我们做的金融 我们做的电子商务 我们做的云计算 我们都围绕客户变 从没有跨过 甚至我们做的文语 都是为企业变 我们从没有跨过自己的边界 我们每天担心 我们今天这样的服务 够不够支持我们的客户 跨过下一步 我们很多人其实的行业都很好 你当年想这个时候的时候 二十年以后这个行业很好 但是碰上困难以后 碰上诱惑以后 你马上就开始 我是否其他要多元化搞一搞 但是企业运营多元化 是有问题的 因为绝大部分的企业家 今天中国绝大部分的企业家 99.99%的人 不具备这样的管理能力和领导能力 你没有这样的组织保障 你更没有这样的技术保障 把自己的行业做精 碰上困难的时候 修复一下自己 不要跟着别人去抱怨 因为别人抱怨的时候 其实头脑已经出了问题 应该想办法 自己错在哪 我该调什么 改变别人很难 改变自己也很难 但是改变自己才有希望 所以我想 越是形势不好 我们越要有战略定力 我们不要去学会投机 而是要真正的改变自己的模式 组织和团队 反正大家都不好的时候 这正是你的机会上 只有战略 战术 战役 结合在一起 才是未来 什么是战略 就是未来的判断 什么是战役 就是考核你的组织能力 什么是战术 就是你的执行能力 你的人的能力 所以我们经常讲战略 战略就是考核 你对未来是如何判断 其实大家想一下 我们每一家企业 我们这上的每一家企业 光靠勤奋努力 已经不够了 我们必须培养 自己的未来的判断能力 全球的 全局的组织化能力 以及把钱 画在员工身上 把希望放在年轻人身上 因为只有这样 才是真正的未来 找做安排 找找接班人 其实你如果50岁想退休 你40岁就要准备 如果你60岁想退休 你45岁到50岁就要准备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龄 我们是可以离开企业 去做自己更喜欢的事情 等你65岁了 不要以为企业离不开你 是你离不开那个企业 所以 这三 为了让你的企业 积业长青 为了让你的企业 更能把握未来 我们多用些年轻人 多把时间花在他们身上 其实我自己觉得 过去十年 我最骄傲的 也是阿里巴巴最骄傲的 我们把时间和资金 基本花在人的成长上面 因为只有这样 人变了 产品才会变 企业才会变 世界才会变 所以我想要讲的东西很多 但是时间关系 我想就讲这些 泡沫时代是诞生不了 好企业 泡沫过去的时候 倒下去都是烂企业 当然没有泡沫的啤酒 也不好喝 我们重要的是 在这里面把握好度 把握好不确定性 企业家 你的责任 就是把握不确定性 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这是我们每个质商 希望能够继续做到 做好做强的地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